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哈喽 大家好 你们现在一定很奇怪 我现在身在何处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放心 我没有随便让人走啦 我还是在我家的附近罢了 然后现在我给你们看一下我现在是在哪里 然后我现在就在我家的后面 呃 其实今天的拍摄是跟户外有关系啦 也就是说 然后在这个月我已经参加了两个一跑活动 然后第一个就是这个黑轮 然后第二个就是这个 teacher 轮 很不幸的因为由于这个新冠肺炎 就是扩散的关系 所以这个两个一跑活动 一个已经被延迟 然后另外一个已经被取消了 现在已经呃 延迟至明年 呃 才会举办 好 那个也是要看呃 呃 当时的这个新冠肺炎的病情下 呃 再呃 做观察啦 好 现在我来为大家解释一下呃 呃 这个两个预跑活动的内容 然后这个黑轮 呃 呃 也就是说 也就是说 要把这些健康的食物带给那些饥饿的呃 呃 孩童们 Erde 什么时候 然后 banan 然后 。 就是说要diинг next to Serina 就是要打造一个健康舒适的环境给大家 teman 然后前后 然后 了 后来 nieuwe 然后 üzerine 就是说希望呃 呃 呃 estand for 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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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Attack want went up! 呃 呃 呃 是为了要感谢老师的付出 老师的用心来教导我们这些孩子们 让他们有更好的知识 让他们去学习很多东西 把这个Teacher Run的意义放在这个Teacher Run里面 由于这个两个户外的一跑活动已经取消了 所以我就参加了Teacher Run Teacher Run就是说它给你一个限制的热期 然后你可以在不同的地方不同的时间 然后由你自己去决定你要怎样跑还是怎样走 总之你要在他们限制的时间内完成他们所需要的距离 也就是说他们需要完成的KM 然后你把你的成绩上传给他们 证明了你已经完成了这个任务 然后他们就会把所有的东西寄给你 包括那个Freshkid的back啊 衣服 正庭 还有这个奖牌 现在让我们回顾一下今天早上的拍摄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现在是早上六点 我现在要去跑步 就是在我家的花园内 因为这个政府已经落实这个行动管制法令 所以很多人不可以到处活动 所以为何不把这个Vicorant 当作是一种逮捕 也就是说你不需要去外面跑步 你不需要去公园跑步 然后你不需要参加一些那么巨大的活动 然后你可以再加你的范围 完成你要的这个距离km 你不需要一次过性完成7km 然后你可以分成两天 或是多过两天都可以 因为它没有限制 如果大家有留意我的视频的话 其实我参加了一些这个异跑活动 其实我是蛮热爱参加这些课外活动的 所以喜欢我的影片的人 记得按赞、分享、订阅 然后打开小铃铛 陆陆续续我会拍摄一些主题来分享给大家 我们下个影片再见 拜拜